均检前天约谈完了五四两旅旅长沈威智之后呢 今天上午提讯再压的五四两旅连长徐姓正 最主要呢就是要厘清当初到底是谁说 一定要让洪仲秋关紧闭 徐静正的律师说呢 虽然副旅长何江忠曾经对连长徐姓正讲说 不关洪仲秋就关你 但是徐姓正认为是玩笑话 这是不是想替长官脱罪 而且就算是玩笑话后来也执行得太彻底了吧 收到通知五四两旅连长徐姓正的律师赶来北军检 开庭前走向看守所 似乎是要先和再压的徐姓正商讨对策 不过在从仲秋关禁闭之前 五四两旅副旅长何江忠曾经对连长徐姓正说 不关他就关你 这句话徐姓正的戒毒让人废一所思 连长的确表示说他的理解上面 这是当时副旅长一个比较玩笑的话 不是那么严肃认真的 这是他的认知 徐姓正挺长官挺到底 认为当时副旅长只是在说笑 但一句玩笑话 徐姓正却贯彻得相当透彻 不止没有依照规定召开人评会 禁字同意事官评议会的陈楚建议 将洪仲秋送去禁闭市 甚至亲力亲为跑完整个违法程序 说是长官开玩笑实在太过牵强 触犯刑法职权妨害自由 以及陆海空军刑法队部署 是以法定种类以外之惩罚的他 似乎也很担心 借题出庭时 第二位律师也赶来北军检 除了针对徐姓正的部分 军检也传讯了三名证人 洪家的委任律师李轩逸 和专经电脑的刘继位 也再度来到北军检 可能是为了厘清河江中 当初是否有指示徐姓正硬要关洪仲秋 中天新闻王晨文 黄佩华SNG小组 桃圆报道